老闆 这副军 锅巴洋鱼 要的 罗少爷 多点点锅巴 好 来 罗少爷 今天这个分量怎么那么少呢 你才五十钱的嘛 嗯 是小时候那个王大妈的味道 大家好 我是吃饱老街很踏实三人子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冲击人 从小吃到大的锅巴洋鱼 罗京典 来帮偷偷学习 帝哥 你要做成我们小小门口 拿老大夫抓个位的哦 要做成那种简单得很 只需要注意的三个要点 第一点就是调料 配料一定要准备充分 第二点就是土豆不要买那种烂的 这种老人家挖的 这一根签成姐姐 里面放大豆菜是我们里面的特色啊 现在也有直接用酸糯物的 放到烧鸡里面的葱海水 不然那个大豆菜太寒了 葱花 加点小米辣 这个算是现代做法哈 小米辣不要炸太细 我让等会儿吃也太腊了 都拿起钩子筒 小米辣 要点耳朵的时候 土豆现在这种斑打不销的土豆 不要过于大的那种 先把它切成小坨坨 把表面的淀粉淘气干净 能够接下饭菜的几率 洗锅所有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菜子 不然香味不够 一文五层下土豆 先炸个五分钟 让土豆基本上炸熟 炸到这种程度都差不多了 先捞出来 然后我们有条件的准备一个平底锅 里面放有 开销后 下土豆先慢慢煎 鸭香土豆皮脆又香 必须要用小火慢慢的煎 把锅把煎出来 锅烧空气 下入辣椒去 小火慢慢的炒香炒干 又是一个鸭蛋 海椒面必须要选虫选臭 吃起来猪狗的香 把海椒炒锤 我今天来把海椒来虫去 烤鸭蛋 煎得是一面煎黄的 我都给它翻一下 尽量让它每一面都煎黄 骆经理 煎了没有 我这个煎好了 我这个海椒不是煎了 老闆 来附近锅巴演员 要点了 少爷 多点点锅巴 好 大头的用剪刀给它煎一下 煎起好脆 大头菜 蒜 小米辣 折耳根 葱葱 馅头没有去煎 只有味精 孜然粉 花椒面 海椒面 一定要用炸土豆里油 黄豆酱油 喜欢吃醋的再放点醋 喜欢糖醋的可以加糖和醋 螺少爷它不吃的 来螺少爷 今天这个分量怎么这么少啊 你才五十钱的嘛 是小时候那个王大妈的味道 来一 这会儿鸡肉 鸡肉 鸡肉